我们现在要开始上个东西叫做养化还原反应 要教你什么叫做养化反应 什么叫做还原反应 我们国中程度教你的时候 什么叫做养化反应 就是跟养结合 叫做养化反应 得到养的叫做养化反应 氢加养变成水 氢得到养 叫做氢养化了 铜加养变成养化铜 铜得到养的叫做养化反应 那还原就是所谓的失去养 失去养 失去养叫做还原反应 这是我们国中教你的养化还原反应 但是我们还教你的另外一件事情叫做 养化还原反应一定相伴发生 意思就是如果有养化反应 就一定会有还原反应 有养化就有还原 有还原就有养化 但是如果你要讲有养化就有还原 有还原就有养化 必须要用高中学的养化还原反应定义 高中的时候 养化叫做失去电子 还原叫做得到电子 所以养化还原反应就是有得失电子的反应 如果这个反应有得失电子 就叫做养化还原反应 因为有人得到就表示有人失去 有人失去就是有人得到 所以有养化就一定会有还原 但是如果你用得到养跟失去养就不是啦 养化酮 酮加酮变成养化酮 酮得到酮 有人失去养吗 没有啊 那怎么会有养化就有还原 所以要讲有养化就有还原 必须要用什么 高中的定义 可是我们国中的两个分开都交给你 然后你通通都要记下来 叫做养化就是得到养 还原就是失去养 然后考试又考你 养化还原一定会相伴发生 有养化就一定会有还原 所以你要记住 虽然用国中定义得不到这个结论 但是你还是要记住 有养化就会有还原 有还原就会有养化 然后我们就会考你一个以前学过的事情 因为我们上学期就教过了燃烧养化作用 好 所以我们就复习 金属养化物融于水 金属养化物融于水 成什么性 简性很好 简性 那我跟你讲过 没有人是考简性 都考你指示纪的变色 所以你要会变色 但是我们教过几样东西 喇喇之后是中性的 你还记得我教了什么东西 喇喇之后是中性吗 我教了一些东西 喇喇的中性的 No.4 4号 我教过有几个金属 氧化物在使用喇喇的中性 你还记得有谁吗 请坐 红跟铁 以前考试基本上就是考同跟铁 最近有人会考一个 为什么他喇喇之后是中性呢 为什么他喇喇之后是成中性呢 因为他有个状况 什么状况呢 24 24不在 29 29 因为氧化铜氧化铁 如何如何如何 所以在水中喇喇的中性 不知道 没关系我告诉你 当然你告诉我下一题答案 那你就告诉我这题答案 金属氧化物容易水沉 碱性 非金属氧化物容易水沉 什么性 酸性很好 一个减一个就什么 酸嘛 比如说 纳燃烧 火焰颜色你还记得吗 纳燃烧火焰颜色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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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号 8号 来 纳的火焰颜色 黄色 请坐下 纳黄甲子 生成什么 讲中文 纳燃烧生成什么 告诉我中文 我问中文 二五 二二十二 中文叫做氧化鈉 很好 英文叫做化學士 化學士 氧化鈉化學士 No.9 9號 NAO錯 他們有報答案 你錯 NA2O 融魚水變成什麼挖鉤 融魚水變成什麼東西 中文就好了 寫英文也可以 三一 三一起來 三十一是誰 氧化鈉融魚水變什麼 請坐 請坐 變成氫氧化鈉 下一個 流燃燒我講過了考試很喜歡考流燃燒 考試 火焰啥顏色 火焰什麼顏色 NO.3號 NO.3號 紫色 藍紫色 請坐 火焰藍紫色 火焰藍紫色 分成什麼東西 中文就好了 流燃燒 流燃燒是成什麼東西 中文就可以了 中文叫做 二六 二六 二氧化鈉 二氧化鈉 請坐 二氧化鈉 要記得二氧化鈉的味道 有臭雞蛋的味道 有刺激性的臭味 然後二氧化鈉融魚水變成什麼 挖溝中文 中文就好了 我問的是中文 二氧化鈉融魚水 中文是什麼 15號 亞硫酸 請坐 中文叫做 亞硫酸 亞硫酸 化學士呢 化學士呢 Number 33 Number 33 H H2 SO4還是SO幾 你要確定是嗎 很好請坐下 好 H2SO4叫做硫酸 我們叫做 亞硫酸 N2SO3 我上次跟你講過了 我們上學期教過了燃燒 就是氧化的作用 上學期教過的內容 都要回去再複習一遍 因為我們現在又在講氧化反應了 所以你會再考你一次 誰氧化會怎樣 誰氧化會怎樣 所以上學期教養的時候 所教過的燃燒的作用 你就要重新回頭複習一遍 要了解 他怎麼反應的 就是我們幫各位整理 OK 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這 budgeting 他當然 能不能